有些討文印出,討文的意思是幫助人能夠討告全聖,這是目的 我不覺得這是唯一的方法我們去討告,不覺得一定要這樣討告神才祝福 因為其實這都是人寫出來,討告的內容去包括這些 所以我覺得絕對不需要用它來作一個限制,你可以參考,看看它包括什麼 那你就自由去講,我想它的意思不是叫你,好,我現在讀 那你讀的時候有五聖祈禱,你拿到它的意思,你覺得想用的 我覺得你有自由去決定,這個點你用不用,因為這個不是神說 你要跟蹤這本手冊,我才聽你祈禱的,神是,聖經是說 你奉我一名祈禱的時候,我們是會聽的,所以我們多些捉神的應許 我自己祈禱,我喜歡多些捉神的應許,神是答應了,祂很想充滿我們 很想更新我們,很想使用我們,很想復興我們,我經常都深信這些 我覺得神是想人不開放的,所以我祈禱的時候,我很多時候會宣告神的心意 神的恩典,神祢很想祝福我們,祢很想祝福全地,因為聖經是這樣說的 祢很想在我們的生命裏作王,祢很想使用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願意的時候,祢很願意充滿我們,我有信心來到你面前 祢都使用我們祝福哪個地方,神啊,求祢祝福我們的基督徒 讓祢的國降臨在我們心裏面,每個基督徒國降臨在我們心裏面 完全掌王權,神就在那個地方,神就做功了 我對於祈禱的想法是怎樣呢? 當這個人通的時候,他就好像管治了,流通了 流通的時候,聖靈就可以透過他的運作 就並不是那些言語,而是那個生命和心態和神的相連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跟,不過你可以參考 尤其對於那些不懂得祈禱的人可以參考 而我覺得有些可能他們會比較少的,就是多些宣告神的聖情和恩典和神的作為 我覺得那些在聖經中可以看到更多 神你是掌王權的神,你是完全掌王權的,你是很愛我們的 你是定義祝福我們的,你是很想充滿我們的 這些在聖經中,我們覺得有很多可以使用的 不一定有些祈禱書要跟隨的方法 但是,這個祈禱書有的而是一個幫助 因為有很多人這個工具都會幫到他 所以按每一個人的需要 其實不足夠也在聖經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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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